在中国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,有一位美国专家颇为引人注目,他就是伊恩·利普金。 1月30日,他出现在广州,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共同探讨疫情。 利普金卸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感染于免疫中心主任,在国际流行病学领域声名显赫,被誉为病毒猎手。 在接受采访时,利普金表示,中国奋力抗击疫情的努力令人感动。 其实,这并不是利普金第一次支援中国抗击疫情,2003年4月,这是中国非典疫情蔓延的关键时期。 利普金和他的两位同事冒着巨大风险恢复北京,协助中国抗击飞点疫情,指导相关研究,并将携带的一万份检测试剂赠予中国。 他与钟南山有过合作,为控制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据美国华人学者赵凤贤介绍,当年一些美国高校都不敢接待中国来访学者,一些美国专家也对飞点为之如虎。 他经过多方努力,最终请出了利普金教授。 利普金教授是当场就答应的,然后他也马上就准备好的,就像一个战士一样的,就像冲向战场一样的。 在747飞机上只有他一个人和他在加州的两个同事,他告诉我,他说飞机上是一个人都没有的,然后到达北京。 他说他就觉得我是个医生,当有疫情发生的时候,作为一个病毒专家,一个病毒医生,第一时间就要冲向前线。 两次逆行,支援中国抗击疫情,利普金也充分肯定中国此次抗击疫情的表现,相比当年的非典防控。 利普金认为,此次中国有明显进步。 利普金表示,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唯一方法,就是所有国家本着团结与合作的精神共同努力。 他希望全球科研院所携手合作,参与到此次疫情防控中,与中国一起共度难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